住家對面就是公園 想住在民生社區 現在政府要來幫忙 我背後這棟公宅月租金是 6110元起跳 幾乎是市價的五折 總戶數507戶 年底就要招租 打批工人家景作業 一窺內部格局 霸台 陽台 寬敞空間 低樓層還將設有老人照顧 跟拖鷹中心 他離山明捷運站那邊的距離 其實他的地點 不管是在交通 或是在生活機能 或是商圈機能 都是非常的方便 看到房價更是未開放先轟動 一房17坪的房型 月租10400元 三間房間43坪 最高也只要27K 尤其家庭每人每月收入 未達15544元 至少補助6000元 家庭年收低於89萬 也能補貼5000元 每坪平均租金來到840元 在5到10年的話 可能會他的金額 也是從900多 可是可能會拉到 可能1500 1600 如果是新房子的話 可能甚至他最低都要1000塊起跳 市府賣方接連放出力多 統計四大房中業者 11月業績越增最高11% 尤其南部地區交易活絡 台南市交易量越增11.5% 高雄市則越增三成 以目前來看 今年的這個房價 的確是已經止跌了 甚至是有微幅反彈的現象 這些大型社區至少都有5%到一成左右的漲幅 專家預測房價要小幅上揚 內政部也將祭出新措施 12月起實價登錄將從每月兩次增加為每月三次發布 就希望能縮短交易資料時間差 東森財經新聞 劉至沈玉騰 台北採訪報導